狂風呼嘯而過 陸樹被吹得不停搖晃 還有樹枝斷裂掉在地上 卡努颱風朝日本沖繩前進 被日本氣象廳升級為非常強台 瞬間最大風速達到每秒65公尺 颱風來勢汹汹 沖繩居民做好萬全準備 把招牌裝飾綁緊 海岸邊的船隻也都用繩索系上 從7月31號12點的預測路線圖 看出各國的電腦模擬路徑 一開始方向大都一致 但後面都不同 紅色是歐洲路徑 先往東再北轉往西 紫色是美國路徑 往東之後再轉西 雖然色是加拿大 先往東之後再北轉到日本 前綠色的是日本預測 後期預測路徑大亂鬥 各個顏色交織在一起 難以辨別 卡努軌距的路線 讓不少人直呼 很像2001年的納利 亂鬥一陣子最後南下 重創北台 當年颱風也是轉來轉去 最後穿過台灣 擔心會是納利翻版 或者納利2.0 反正會來就是會來 不會來就是不會來 那就還是正常過生活 那最好是不要有災害就好 如果真的會影響上下班的話 就是才有放的需要 根據最新數據 有機會碰觸陸地機率 基隆來到七成 雙北高達六成 周四周五恐怕有較強風勢 北部瞬間震風可能接近颱風架標準 但不確定性高 一切有待觀察 三選國會宣宣宣宛 以台北倡保報導